被抓哪里了 腰部 臀部 胯部 咱没有推送 点点小红信老铁门刚开播 生日视频为啥闪 你们老说我 老说我跟我妈穿的不太一致 所以我就闪了 我妈就是那种节俭的人 她就是节俭的人 给她买了衣服她也不穿 她不是没有衣服 她是不穿 不穿不穿 我又不穿 你买这好的衣服我就不穿 我就穿我的老棉布 舒服得劲 她就这样 头发砸了个丸子头 接头发 耳环现在是真的了 对 现在是真的了 在属丝这个真的 没有那个假的好看 是吧 打了什么 狂犬疫苗 说话都注意点了 我现在是狂犬病患者 我要是 惹了我的话 容易咬人 师傅你擦一下吧 好嘞 看看我的头发 看段子里就行了 直播的时候不能散的 看白天 直播要立立缩缩的 赵博送我啥了 赵博送我的又能吃又能看又能玩 然后送我啥先看这个 哇塞漂亮 咱们大呀 你看 两克拉 他这去年也不算是送过的吧 去年买的 改款 嗯 去年买的是一个项链 然后今年花了八千块钱 然后改成了一个 一个钻戒 升级了咱 两克拉的 然后他说 真大好看是吧 这平年买的拉好看 然后 然后他还送了我一个 那个 一个礼盒 里面各种花 然后还有灯 然后我说是啥东西 他让我猜 我一直猜不出来 我说他说 他说我跟他说好几次了 我说是啥东西啊 我啥时候跟你说过 我俩不记得 我这样说 他说还能吃 还能玩 还能看 还能用 我还一下让我想歪了 我告诉你老天 花的还是你的钱 别这么说老天 这小花瓣 拆一半吧 然后我 尼斯哭响了两天 我都没想到 什么东西 还能吃 还能玩 还能 还能看 还能用 零次哭响两天 没想起来你知道吗 没想起来 我说那这要是吃的话 能吃多久 能吃多久 能吃一辈子吗 还是说 能吃多长时间呀 我说 他说你是不是想歪了 我说 他说 那就是吃一天 一小会就吃完了 一小会 你要是吃的话 一小会就吃完了 那这样说的 你们猜到是啥了吗 你都泄密了都 呀 我吃沙拉 看不着 是吗 沙拉也蛮没的 吃完四斤有吗 没有 蛋糕 你不是 是一个长的礼盒 就这个 就这个礼盒 还是没这个黑的 打开之后呢 打开给他 打开之后呢 它里面有花 就是能看 是不是 然后还能用 里面是因为有钱 所以说 它还能用 然后里面 还有入洞四件套 入洞四件套的话 就是板栗 糖葫芦 还有啥来着 奶茶 还有一个什么 忘了 玉瓜 玉瓜 所以说还能吃 看 瓜子能看吗 还算两件套 对 所以说就是 还能吃 还能看 还能用 还能啥来着 忘了 真好 这要想很有心意 还能玩 还能玩 那钱当然花 那可以玩呀 钱的话是九千九 里面放的九千九 这个蛋糕是 昨天没吃 因为昨天 燕子订了一个 十层的一个蛋糕 那个都没吃完 然后这个蛋糕 是伟哥他们给我的 所以说没吃 没好意思拿出来 你怎么 他颠过去的时候 他说本来想 想给你订一个 玫瑰花的蛋糕 这么好看 结果我一来到 一看 我去 十层大蛋糕 我这个都没好意思拿出来 都吃完饭了 才拿出来 然后就 我说 那明天 明天直播吃吧 我说 燕子真好爽 十层蛋糕多少钱 两千八只够 行 两千八 不算贵 还行 嗯 成熟北方 嗯 蛋糕挺好吃的 嗯 戒指 戒指 两克来的 去年 去年买的 换了 换了 改成了戒指 辣椒说什么 耳环 我之前带了一个 假的 我看它戴挺好看的 然后我试戴一下吧 我试戴 它觉得挺适合我的 然后就把那个假的给我了 还是 那个五十九块钱买的那个假的 跟这个差不多 它非得说是五万九 我就打开官网给它看一看 我说你看看真的才多少钱 真的才四千六 然后你非得说 五万九 然后它过生日的时候就真的就给我买了一个真的 只要的 我看我吃草莓 草莓还有吗 没有了 没有 吃完了 你生日过得太费钱 都挣着了 你不趁过生日的时候 让它们往外逃一逃嘛 是不是 老许送的啥 老许送的也是入中时间汤 他没有 他没有只是没有包装 也挺有心的 而且他还编了一个这个那个是编 他编了五角星 他给苗苗一块编的 然后纯手工就这么编的 然后又铁丝扎上然后又包上的 很有心 我愣着没得明白我受惨 嗯 疼伸去哪了 疼伸它有点是有点丝实 好看是吧 嗯 疼伸是我们家厨师的厨师的许份 他跟棉脉一块编的 老许跟棉脉一块编的 嗯 老许还送了个口红 送了个萝卜丁口红 然后送了入中时间套 然后又编了那小猩猩 嗯 都很有心 院子订了十层的蛋糕 然后还买了个外套 买了个嗯 那是羽绒服是吧 买了羽绒服 其实也是的 挺贵的 四千多呢 我都没穿过这么贵的羽绒服 真的 我穿羽绒服最多一千块钱 辣椒送了耳环 然后嗯 过了十二点之后就是 过了十二点给我煮的那个长寿面 长寿面上面写的字 祝你顺风顺水顺才行 祝你朝朝暮暮 有人陪祝你 排位把把都超神 祝你什么啊 上面写的这些字 很有寓意 很有寓意 果正有 昨天我生日过完了 王助理什么送的什么 王助理送的袜子 袜子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到现在没明白 王助理 哦 他那样人有露是吧 嗯 一露 长虎长虎 嗯 好嘞 谢谢啊 送的袜子还有鲜花 他跟他朋友一块 买了一束鲜花 那鲜花没少花的钱 也得花个好几百 呵呵 老公送的钱 想不想 烈不烈 道不道 对面也送的鲜花 那弟弟送我的四斤 我到现在也没看到 我已经在直播间里 说四斤四斤 我以为你看到了 没看到 那你咋知道是四斤 我说是围尼 啊围尽呢 嗯 那不好意思 我以为四斤了 先做了 看他买的 呵呵 你老公又能花钱 不是 这个是去年买的 去年为什么买一个 两颗拉的钻戒呢 去年好像是 结婚纪念日买的吧 是生日 也是生日是吧 去年的生日的时候 买的这个两颗拉的 这个 项链 它是一个项链 戴在脖子上的 然后 我就没怎么戴过 然后赵伯老问我 你咋不戴 你咋不戴 我先太沉 咋不戴 我怕人家被拽走了给我 我就没一直没戴 我一直有个一颗拉的 我就戴那个一颗拉的 这个两颗拉的 也没戴过 然后他就老问我 咋不戴 咋不戴 我说不想戴 然后他就 他就索性 给我改成了个戒指 他不愿意 他觉得我不太愿意戴项链 所以说 他就给我改成了一个戒指 还是去年的那一个钻 还是去年的那个钻 改成了一个戒指 但是加工费要收八千块钱呢 为什么没有直播 昨天生日 玩了 赵博 去年为什么要买一个两颗拉的 因为我有一个一颗拉的嘛 他为什么要突然要买一个两颗拉的呢 是因为买这个房子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们买的时候 这个房子是 这个门市房 是一万 一万三买的是吧 一万三一瓶 哎是吧 两万三 对两万三 我们这个房子买的时候 两万三一瓶 然后 刚买了没有多长时间就涨价了 涨到两万七一瓶了 他就觉得赚到了 你知道吗 我去哇 赚到了 他就特别开心 赚到了就 咔一下就买了个钻戒 就等于说 嗯 那整了点都不够整 他就感觉赚到了 然后买个 买个那个 买了两颗拉吧 再去吧 给妈妈买了个手镯 黄金的 老凤香 你为什么回避今年送了什么 啊你说赵伯今年送了什么呀 送了入冬四件套和和那个钱 送到一个盒子里 这不是盒子吗老天 这里面有玫瑰花有灯 然后有九千九百块钱 然后有入冬四件套放到一起了 挺好看的 就这么简单 他送这礼物的时候还卖了关子 他就说 这个礼物呢成本很高 但没花多少钱 他就这样说 成本特别高 没花多少钱 我说啥玩意成本那么高 没花多少钱 就是因为入冬四件套不值什么钱嘛 你找人买的 你看你托关系买的 因为里面有九千九百块钱 所以说他说他就说成本很高 他没有花多少钱 就是因为入冬四件套不值什么钱嘛 然后这个 然后 然后这盒子也不值什么钱 不到三百块钱 看羽绒服 什么羽绒服 我一天就送过这个羽绒服 我穿有点大 我说明天换去了 大吗 我穿的 那是最小块 我还行 你就是那种大款的 白色的那个羽绒服呀 白色的羽绒服 那个恩雷家的 一千多块钱吧 恩雷的 他那个牌子还挺好的 他衣服也挺 就是挺时尚的衣服 也不算贵 不 绝对不算贵 里面那个 红色的连衣裙 也是恩雷家的 恩雷 O-N-L-Y 恩雷 对 我没穿了几天 耳电是和我是吧 我脸圆 然后带一个这种 耳电的话 先脸小一些 看我来吃 有勺 我会吃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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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 我是 我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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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 提前就送给我了 之前在直播间里展示过 给妈妈买的是一个老顺翔的 十斤的 硬斤的黄金手朵 黄金手朵 我的胳膊挺疼的 我刚打完枕 今天我给抱单洗澡去了 然后 我没给他拴绳子 我想给他拴绳子来着 我不会套 那绳子因为研究班里面没套上 不知道怎么拴绳子 那索性我就抱着去吧 然后把它放车上 但是你抱到重工店 你得把它弄过去 弄过去之后洗完澡 还得再抱回来 因为我又没有绳子 我怕他乱跑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抱着他 在我抱着他 我一边抱 一边这个手开那个后备箱 开个后备箱的时候 他一挣脱 你知道吗 他那个腿 他那刺腿应该是 他那个爪子滑着我这里 滑着我胯这里 然后出了点血 当时没太在意 但是过一下会特别疼 然后说 他们都说得打狂犬疫苗 行吧 然后我就把赵博叫醒了 带着我去打狂犬疫苗去 这个胳膊打的破伤风 这个胳膊打的狂犬疫苗 你给我打一针 我现在可是 狂犬病患者老天 别惹我 要忍我 可是你 我容易咬人 嗯 嗯 说话都注意一点啊 不是咬的 就是 他那个爪子 挠着 挠着 抓着 抓着了 不是咬的 然后燕子还问 你这个狗抓你 是善意的 还是恶意 是善意的 还是恶意的 啥意思是善意的 恶意的 那是无意的 他不是故意的 他那个指甲确实 没给他捡过 之前他刚 他刚来我家的时候 给他捡过一次 捡过一次 结果给他捡流血了 所以 再没给他捡 没给他捡过 我老了 我今天是不如三十岁的第一天 老也很正常了 天 经接受我 变老的小云 也很漂亮 好吗 扔了算了 你说什么呢 嗯 那个谁王主理说还得吃狗肉呢 你怎么能说扔了 你怎么能说扔了 看玩笑啊 不吃狗肉 真不吃 光养他都花多少钱了 扔了 吃狗肉那能行 看玩笑啊 别有玻璃心好吧 再接两克了 手桌多少钱 给我妈买那个手桌是吧 三十克 一克四百 四百八 现在是四百八吧 是吧 是 是 他老凤翔的还贵呢 四百八十五好像 一克四百八十五 三十来克 一万一块钱 今天就拿回来了 扎我心 他拿回来了 嗯 那不是吗 那里边有货 那可不是啊 你也没泡 你差点扔垃圾桶里 一会是盒子 我看他拎着穿 我心在那装了 里面装手机呀 没看到里面装的 我看他拎个小盒子 你回来了 嗯拿回来了 里面装了 为啥拿回来呢 是不是说 你照我妈带一带 拍个视频完事了 不是那回事 是因为我妈太小 太小 带不上 你能带上 你就别摘了呗 我都跟他说 你带上就别摘了呗 他说我干活的时候 不能带 你给我换个大的 好嘞 我明天就换 明天就给他换一个 大一点的 活口的不行 活口的他就是软筋 软筋的话 他一挂着哪里 就挂掉了 然后就会挂变形 就不好看了 知道吧 就要买这种印金的 因为 农村人嘛 都要说实话 都得干点活 干点活的话 就怕那啥 刮了碰了 嗯 刮了碰了你知道吗 那开口 快口的是软的 不行 硬的没有开口的 知道吧 硬的没有开口的 硬的没有开口的 不是古法心 古法心的话 那感觉那个 颜色不是很好看 那个颜色没有那么亮 所以就没买 我婆婆过生日的时候 我也给她买个 黄金啫兰的 虽然没有给我妈 买的贵 但也花三千万块钱了 三千六呢 我妈这花这个花一万多 昨天过生日的视频怎么删了 你太扣了 那妈妈跟婆婆她总是有区别的 那你儿子跟闺女还有区别 不是 儿子跟儿媳妇还有区别 那我妈妈跟婆婆 那肯定是在我心里 是她地位不一样 她有区别 虽然是这么说哈 老铁 事实是如此哈 老铁 但咱生活中咱不能 不能 能懂吗 铁子 咱不能说太细 你知道吗 要不然 生气了又 实话 是不是老铁 你就像赵伯 跟我婆婆对赵伯跟对我也不一样 是不是 那我我对我 对我妈妈跟我对我婆婆不一样 那不正常吗 老铁 那不正常吗 这实话老铁 对不对 咱也不差事 反正是 对不对 咱也是该买了三千多也不便宜 老铁 那些普通家庭 一个月固滋了 是不是 咱虽然挣得多点 咱不 咱不咱不算是不算便宜了 也不算那啥 是不是 给你起个日本名字 偏心言之 我肯定会偏心我妈妈 这不正常吗 老铁 你说那会儿 我妈养我多少 多少 那样 我妈把我养这么大 对不对 我婆婆 是不是 那能一样老铁 这不正常吗老铁 是不是 我从小大大没有吃过婆婆的 我是因为赵婆婆才嫁过去的 嫁过去吃他们家的喝他们家的是不假 但我是不是跟你家三孙子了 你应该让我吃你家的喝你家的吧 但是他老是挂嘴边上说 啊 这句不急 不急 他老是挂嘴上说你了嘛 昨天后来我们就分开了嘛 不在一起住了 吃他们家饭才吃 才吃多少顿 吃我妈家的饭吃多少顿 对不对老铁 那能一样老铁 那生育之恩 那一个是生育之恩 一个是 是因为一个男人才认识 要不然因为要不是因为赵婆 我都不认识我这婆婆 对不对 咱实话实说确实如此 对不对 咱不是说那啥 但是您过世 婆婆过程的时候也没差事 对不对 也没差事 只是说比妈妈的那个啥 便宜一些 咱也不便宜老铁 说实话我觉得可以了